抱歉 你看李文忠 至少十年 我出来帮柯文哲弄个帐房 帮他管钱 我搞到我会被判十年 跟无奇徒刑 十年以上你至少要做五年劳 而且你绝对不会只有十年 而且这个东西一罪一罚 如果你还有别的案子的话 你就累加上去 那李文忠今年几岁了 你已经快七十岁了 如果你这关了五年 再关了十年 你还有命吗 二十个被告 你已经收下禁建了这么多个人了 你已经约谈这么多人了 到现在还有潜在共犯 到现在都还有证人 上位到岸 柯文哲的心怀案 或者他的五弹 感觉上我们都在这样 拼拼图一样 要把一个一个拼图 给拼揍起来 甚至有法界的专家讲 如果到了这个时刻 你还可以收压 在这个时刻 你还有新的证据跑出来 表示这个骨牌 正在青岛当中 而这个骨牌 在青岛当中的过程 对柯文哲来讲 当然非常不利 而这中间最重要的两个骨牌 就是猪牙虎跟李文忠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看到 猪牙虎跟李文忠 两个人都被收压禁件 而收压禁件的裁定文 我们开始谈到 里面非常耐人许位 里面自制朱鸡 因为从李文忠的裁定文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金流已经找到 为什么讲说 李文忠的裁定书里面 金流已经找到 因为我就直接按照 财务治罪条例的第四条 第一项跟第五款 之前我们看到 在收压禁件的时候 都只有讲到 是财务治罪条例的第四条 可是这次非常清楚讲 是第一项的第五款 第一项第五款 就非常明显地表示 你今天是公务员 在你的职务范围内 你对别人有要求 你有契约 你有收受贿款 你有收受贿款 你才会符合这一条 而这一条的要求 非常严格 你就是要有金流 今天法院敢用这一条 将这个李文忠 收压禁件 那就代表 金流真的已经找到了 另外看到了猪牙虎 猪牙虎用的是更妙 这个东西更耐人熟悉 就是你是按照 财务治罪条例的 第十一条 第四项跟第一项 第四项就针对 你非公务员 你给他钱 第一项 你是公务员 我给你钱 这就没有了 照讲你是 你是公务员 我给你钱 问题比较大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 第四项放在前面 就代表 原来在柯文哲 整个案子里面 有一个非公务员 那这个非公务员的影响 非常大 而这个非公务员 对柯文哲的影响力 非常大 所以柯雅虎要打通 这个非公务员的环节 而这个非公务员的环节 有可能是本案最大的突破 他在这一段里面 有两位来宾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 资深媒体人王玉德瑞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人王玉德瑞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是 上一篇 朱雅虎还有李文中 两个被收到禁件 收到禁件 你就说 在整个金华城案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拼图 被拼起来了 没错 而这个拼图拼起来了以后 金柳就找到了 没错 而且金柳找到 我刚刚讲的 李文中就确定有金柳 可是在朱雅虎里面 更怪事 有一个非公务员 然后这个非公务员 很重大 他影响力很大 然后这个非公务员 是朱雅虎要 极力讨好的对象 对 是朱雅虎要行贿的对象 然后这个非公务员 他的层级 他的影响力 比公务员还来得大 没错 而且金柳的这个拼图 已经拼起来了 为什么拼起来了 我们都说之前 无论是沈金柳或是柯文哲 中间的金柳到底怎么去串呢 非常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沈金柳在负责帮他 穿梭的这个猪牙虎 还有柯文哲最重要的 这个帐房李文中 就两个双双被收押进监 被收押进监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法院的财经书里面 你就觉得 这里面来说 大概离破案不原意 我怎么这样说 所以我们现在看李文中的部分 所以你这种内行 一开就懂了 对 李文中的部分 李文中就说什么呢 他认定什么 他犯了所谓贪污制度条例 第四条第一项 第五款违背职位的 职务的行为 收受费赂罪 好 简单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违背你的职位 你有这个收受 你有要求 还有收受 这个还有契约 这样的款项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确是有收钱的 因为我们可以讲到 如果你去看 以前收押进监都只是说 贪污制度条例的第六条 贪污制度条例的第四条 咱们就结束了 你非常清楚讲说 你是第四条 第一项第五款 好 那持续来咯 那你的第一款是什么 切赞 轻用 公共器材 借势借端 强增财物 第三个 我在购买任何的东西 我有福报 我有收受回控 第四个 用公用的运输 运送毒品 运送伪迹品 第五个 就是这主要是 我对于违背职务的行为 我有要求 我有契约 我有收受贿赂 跟其他不正常的意思 如果对这条了解的时候 这一条其实最严重 但这一条最难够定罪 为什么这个最难定罪 是因为 我如果要讲到这一点 你要要求 契约收受贿赂 钱一定要出来 今天法院敢用 这一条收押李文中 就代表 要求契约跟收受贿赂 已经非常清楚了 对 一定要有利益嘛 利益已经到手 所以就知道说 一定是有金流的部分 好 但是我觉得 对李文中来说 考验刚刚开始 为什么 他不是说 他好像都没有认 所以他之前 这个好像口风非常紧 可是宝洁 如果你看到这个法条 法院认为说 他犯这个法条 你可以看到 往上去看 他的判是什么 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然后并哥一亿以下的这个法界 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宝洁 李文中 至少十年 我出来帮柯文哲 弄个帐房 帮他管钱 我搞到我被判十年 一个无期徒刑 你觉得他以前还是小企业的经营者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刚才讲你十年以上 你至少要做五年劳 而且你绝对不会只有十年 而且这个东西 以罪以罚 如果你还有别的案子的话 你就累加上去 李文中今年几岁了 你已经快70岁了 如果你这关个五年再干个十年 你还有命吗 宝洁他有背信罪 木可还有资格竞选 这个总部的这个写 他都会在案 所以这些案子 搞不好一判下去之后 他被牢底坐穿 所以他就会这一点 我看到 要是我看到这个 我完全傻眼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我怎么办呢 认罪邪招 对宝洁 他会有可能会开始 动摇了这个重要的部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看到朱雅虎的时候 那更有意思了 为什么 因为事实际上他就说 他坦诚他所犯的犯刑 所以他显然是这个整个 这个目前为止净化成的案子里面 他是唯一承认说 对 我有犯罪 我有行为 我有给钱 对 我给钱 那给钱来说 给了谁 好 这个有意思的 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了认定被告 是涉嫌贪污执位条例的 第十一条的第四项 还有第一项 对公务员违背职位的行为罪 好 可是这奇怪在哪里 如果按照我们 过去在写这个罪的时候 都会想第一项写在前面 然后第四项写在后面 可是他把它反过来写 第四项在前面 第一项在前面 好 所以第四项比第一项来得严重 对 好 那我们来看这里面的这个条例 里面来说的话 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当然就是所谓 他是公务人员 所以第一项就是公务人员的这个状况 但是第四项就是 不具备公务人员的犯罪 那所以你知道 他显然是把 第一个 我认为你有给钱 给钱来说的话 有给这个不是公务人员的 还有对公务人员的 你把不是公务人员 放在前面意思是什么 这个至少在可能法院 或是检察官看到的证据里面是 你给这个不是公务人员的 钱更多 所以你说 我今天在行贿里面 除了公务员之外 有一个非公务员 然后这个非公务员在这中间 聚关重要 对 他比公务员放在前面嘛 所以显然你看 朱雅虎要给钱的时候 一个是公务员 一个是非公务员 结果我可能给公务员三 给公务员一 然后给这个非公务员三 所以这个人才会犯成在这个 事情才会掉过来嘛 所以显见 这个非公务员到底是谁 而且你看 在这个案子里面 就有这么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了 因为他们都有非常多 这个包括说 像李文中跟朱雅虎被击压的原因 都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很多疑点 可能还有三位出现的被告 或是证人 都有可能会浮现 因为刚刚讲的 李文中被收押净件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就是 你不能排除 还有跟被告 具有利害关系之 潜在共犯跟证人 竟然还有共犯 还有证人 还没有盗案 你现在就有20个被告 你现在已经收押 你已经收押件件了 这么多个人了 你已经约谈这么多人了 到现在还有潜在共犯 到现在都还有证人 上位盗案 对 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我们就讲 检掉目前为止 不是说这个礼拜要开始约什么 要约陈佩琪了嘛 对不对 另外很多人就说 这个被告来说 会不会是黄珊珊 当然我们不知道 是是不是这样 但是整个拼读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你看今天 开始去朝哪里方向 宝姐连新故乡都开始去查了 对 所以就说你看 李文中当初是什么 他是竞选总部 他是木可 现在新故乡都去了 所以显见了 柯文泽周边的 所有的大小金库 现在都有人在被约谈 所以这个金流 是不是已经 六隐若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好的我们刚才讲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有 20个被告 已经有7人积架 20被告 7人积架 你居然告诉我说 现在还有潜在的被告 现在还有潜在的证人 这个人 为什么还可以藏这么久 为什么这个人还隐而不发 非常耐人熟悉 而且更妙的是 竟然有一个人是非公务员 而这个非公务员 拿了朱雅虎的钱 而这个非公务员 在这中间里面 竟然影响力非常的大 那另外就是这样 今天以犯罪嫌疑人 约谈民众党 也就是台湾新故乡 智库的这个所谓的顾问 孙凤群 你今天连智库的里面的顾问 你都是犯罪嫌疑人 你现在看到了柯文哲 搞了半天 现在柯文哲把他的 所谓的竞选总部 把他的这个所谓的基金会 把他这个所谓的募格公司 全部当成大型的洗钱中心 对 没错 也就是说跟柯文哲周边的人 你只要碰到钱 几乎目前为止 好像全部都中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 进化层里面 已经有非常多被告出现了 对很多人 你看尤其是大家都踢爆 就是说他们有几个人 包括说像张志成 陈俊元 这个佟宗白 陈秀桃 这个刘展等等 很多人来说 他们有在2020年的 3月24号到26号 有捐钱 捐了30万捐到民众哪去 好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范牙漆 他其实并没有捐钱 可是他也被列为被告 所以他们到底是 做怎样一个犯罪的翻译 那我们有待 目前为止来确认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 就是说他今天又约谈了 他是用犯罪嫌疑人 约谈民众党的这个钱 这个所谓台湾 这个新故乡智库协会的 这个顾问 孙凤群道案说明 好 那就是孙凤群 到底是什么人呢 保安简单来说 孙凤群他今年的时候 在竞选总部的时候 他曾经有收 竞选总部来的一笔费用 就支出是12万的 这个薪资给他 那他到底是什么角色 所以你是新故乡智库的顾问 对 可是你居然在竞选总部里面 去领一个月12万 对 没错 好 那当然了 他什么职位 如果你看不到所以然 他就是高中教职 他是相关教职的工作 那他为什么会道案 这个当然我们目前为止 也不清楚他的翻译 或是他的这个结构是什么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大家都踢爆 他们这个3月20号开 3月24号到26号 捐了210万到这个柯文哲的这个 民众党去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在 2020年的3月10号便当会开始 还有柯文哲要黄锦帽 赶快加快速度的时候 他就捐了210万 那尤其是他又跟陈佩琪 那时候的ATM理财数 当当当当当的时间 又刚好重叠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金流不是都已经开始 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了吗 搞不好这时候有多 多笔款项 就是明的 我可以用这个 民众党就说这都是诚实申报的钱 还有是不是有那种非诚实申报 就是按来的这种钱 是透过陈佩琪 当然我们不清楚 柯文哲目前为止的金流 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 这几个方向来说 如果你只要把它找出相对应的人 那看起来的话 这个破案的时间点就为时不原意 今天我们看到减联带位 兵分29路进行搜索 而这个搜索 照理讲是非常隐秘的 为什么会突然被大家知道 原来关键 许普今天这个动作真的太奇怪 他说他没有被约谈 他说他跟所有的案子都没有关系 你没有约谈 你跟所有的案子都没有关系 你干嘛今天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跑到连政署 只有你去吗 不是只有你去 你前面那个光头就是柯文哲的秘书 柯文哲的律师 你干嘛跟着律师去连政署 然后呢 去到那边打个招呼 晃了一圈 你就走掉了 但也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动作 打草惊蛇 大家才发现 今天有事发生 今天有什么事发生 今天就是减连 缤纷而久入 缤纷而久入 今天不是讲吗 已经把威京集团收了一遍 已经把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全部搜索 就今天不是 大动作 你看今天传说 连我们看到 沈庆经的这个秘书 贴身的秘书 今天都被约谈了 而且许有很多 你觉得非常不重要的人物 也都在约谈的范围内 所以大家不仅好奇是 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大动作 而今天这个大动作 真的会让案情整个波云见日吗 这样整个案子 开始杠上开花吧 所以师兄 怎么可能这样 今天 现在传说 传说传说传说 沈庆经的秘书都被查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 疑似是沈庆经的秘书 进入到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 被约谈的一个情形 今天是这样子的 今天减联一共出动了这个约谋是29路 29路来说找了非常多人 搜索非常多地方的时候 有约谈的16个人 16个人里面来说 有10个是被告 有6个是证人 那这到底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 一过去我们都 除了朱雅虎我们知道之外 其他被告 还有其他证人到底是谁 保际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这里面来说 包括说像柯文哲的随护 陈文忠有在内 这也是柯文哲贴身随护 跟了柯文哲6年的贴身随护 今天也是证人 对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 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可能是被传出来说 可能是沈庆经的 相关的这个基要秘书 还有他相关的这个秘书 还有尤其是怎样 今天有很多人是怎样 是说是金华城 或是威京集团的基层员工 还有包括说像是 民众党的部分党工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保际我们讲 知道我们不是都一直在怀疑的 这个钱的流向到底 是怎么流到他们双方 如果是透过 因为一定不可能是 沈庆经亲自动手 是不是透过这些员工 然后在那边动手 还是说检调查到什么 这些员工会不会就是当初 会99999 给柯文哲认识 他们是不是相关知道这些 所以才会为什么要约谈 很多基层员工 这就是可能会找到金流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且我们这也不是讲吗 今天的许府的动作 真的太特别了 他今天突然出现在连证署 那他讲 徐府你是不是被约谈了 你是到底是证人 你还是被告 而且我们讲的 徐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的太太是从墙铁壁 那个子弹脸是打不穿的 只有谁 只有徐府 通常会被破 有破斩的 会讲实话的都是徐府 难道你今天被破狗吗 难道你今天被约谈吗 没有 他不是被告 他也不是证人 他今天没有约谈他 那没有 不是你 你干嘛去 今天我们看到媒体就讲 就是因为 徐府跟着律师 莫名其妙跑到廉政署 整个搜索行动才曝光的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徐府 他来到这个连证署 连证署当时就有很多人问说 你是被约谈还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 我不是被约谈 那你是证人吗 也不是 那你来这边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来交一些资料 那好像有交资料吗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交资料 他没有交资料 那他到底来这边干什么呢 保杰 现在就 他才破局的吗 媒体就说 他可能就是 来了之后 让媒体知道说 好像今天原来简年 有动作的一个状况 好了 我刚才不是讲吗 因为今天还有约谈 民众党的党工 所以民众党工 他是不是来破这个 民众党党工这个 他是不是在跟大家通报说 现在有在约谈一些人 还是在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 为什么会到 连证署去这个地方 不是 你今天 因为你徐府这件事情 见光了 见光就知道 进行搜索了 进行搜索了 对 柯文哲就知道了 对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 简年好像新一波的办案 要往上 这个开始拉伸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一直没办法突破之后 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了民众对于说 你案子办不下去 这个柯文哲好像 慢慢慢慢就有人 会开始同情柯文哲 你看起来就没经济嘛 你突然这样 惹个忙啊 这种声音会慢慢出现 出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直没有办法 给他证明有金流 那样民众党的反弹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民调的 这个出现数字就是说 你看对比柯文哲 跟对比我们赖清德 总统的信任度 或是他们的状况来说 柯文哲照理说 被关起来的话 信任度再继续往下破滴 但是他们有破滴 稳住了 那反而是 我们赖总统的 这个信任度是往下滑的 为什么往下滑 当然你可以解释说 最近有很多其他执政的因素 但是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这个案子 你要打他呢 你要这个 你要打黑这些 你没有办法 你要打出成果啊 你目前打不出成果 打不出成果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你可能是压人取共 这些声音会慢慢出现 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看到了赖清德的信任度 掉了六个百分点 他的不信任度高了八个百分点 而你看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这个所谓的信任度 没有什么大变化 23.4 23.5 其实一样 他的不信任度 其实是稍稍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的计划成案 没有重大突破的时候 这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对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 会稍微影响 这两个会形成一个微妙的 这个关系的互动的这个变化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 今天不是传出非常多消息吗 就是传言这个 接下来陈佩琪退休之后 恐怕他也会被检掉 相关的单位约谈的一个情形 那包括说我们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调查局又启动了这个 联合的这个所谓 金流茶器的中心 跟国际爱格蒙总织开始联系了 好像看起来好像是 有一些新的金流出现 所以才会有今天 我觉得今天比较奇妙是说 因为他约谈的这些人 他说是金华城 或是说像民众党的基层员工 跟党工 那这个到底说 这个案子里面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刚才讲的 今天不是兵方而久路 查了16个人 16个人有的是证人 有的人是被告 这个证人被告里面 今天最亮眼的 大家说两个 一个是刚刚讲 沈基金的秘书 怎么会动到了秘书 动到了沈基金旁边的人 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的贴身随护 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是越来越往 他们周边的相关重要的人去抓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是最知道 他的行程 那他的怎么作业 都非常清楚 从你看 开始有司机 这个所谓沈基金的司机 然后你看 今天这个柯文哲的随护 还有沈基金的秘书 你看越来越多的 这个都往这些人 去集中了一个状况 你跟他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陈文忠 陈文忠来说的话 他跟着这个柯文哲 从2016年到2021年 刚好横跨在说 从目前为止 媒体踢爆了 这个金华城的前传 到目前为止 2020年的 2021年的金华城的 这个变更 到2021年 2021年中间的 北四科的案子 他一定都知道 非常清楚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陈文忠 尤其他最后 跟柯文哲闹得很不愉快 闹不愉快 对 为什么 因为听说他还爆仗 扶爆很多仗 被柯文哲抓到 柯文哲对这种 所谓仗 要求那么紧密的时候 他当然认为说 你这个不行 所以他离开之后 他会不会呢 抖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 接下来我们好好观察 好 刚才讲是 今天当然约谈了很多人 今天约 冰封29路 冰封29路约来这么多人 你说这个东西 陈文忠你觉得是最有趣的 陈文忠一直都贴成 他的贴身水户 可是你说 他的贴身水户 其实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那为什么今天 检调单位 专门锁定陈文忠呢 老师哥 你看今天找谁 陈文忠 陈文忠是谁 他不是要贴身水户吗 我跟讲 所有跑真正新闻的记者都知道 你先从司机跟水户下手 你顾不到那个当事人 市长电话你怎么打得通 因为打过去也不是他接 都是贴身水户接 以前阿扁是这样 马英九也是这样 柯文哲当然也有他的水户法 所以你说 今天有任何人 你要找柯文哲 搞了半天不是柯文哲接电话 你今天不是陈文忠接电话 就是林传芳接电话 所以谁打电话给柯文哲 别人不知道 但他们两个一定知道 你看这组继续查 对不对 而且把沈庆金的秘书 把柯文哲随后都找来 把这个在家干嘛 就是沈庆金跟柯文哲 他们可能还没说 或不愿意说的 江湖川柯谈说 真相只有一个 到底有没有见过面 到底什么时候见过面 到底在哪里见过面 他们两个也许不讲 但是贴身水户跟秘书会知道 就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 我们今天都要讲 陈文忠陈文忠 把他以前仁爱所的经历 柯文哲身边 还有他创党的时候 刚刚这个瑞德给大家看的 他就跟柯文哲示爱 我是客奋我骄傲 但是他这种高调的动作 后来也引发了问题 2021年的时候 他就被驱逐出门了 不再用他了 有暴障的事情 大家去看那个新闻 那你找一个 已经离开柯文哲 两三年的人干什么 干什么 去问他一些 现在还跟在柯文哲身边 不会讲话的人 所讲的话 来吧 就给你看那张照片 我认识柯文哲的随护 不是陈文忠 第一个认识的不是他 是林传芳 什么时候 我可以把自己告诉你 2014年的9月11号 他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 还没当选市长 当选市长之后 陈文忠进来了 而且他当 主要 每次媒体来的时候 这个媒体注意注意 他其实比较 喜欢在媒体面前 让大家知道他是 因为他是仁爱所的所长 他是警大毕业 和他身边有一个 都不讲话的 也是仁爱所的原警 警砖 你就知道了 所以陈文忠是 这个林传芳的长官 但是为什么陈文忠去 是因为林传芳 来 宝洁哥你看那张照片 大家一看以后 很多常看新闻 对对对 左边那个常常都出现 可是为什么最近都没有讲话 我告诉你回去看那个画面 柯文哲八月三号 从他们家 金山南路的住家 要离开的时候 讲说 我要讲话 那个时候 在他旁边的人 就是林传芳 还跟着他 然后呢 柯文哲一上车以后讲说 我要坐自己的车 谁去把他的车给叫过来 也是林传芳 林传芳是从第一个 一直跟跟跟 跟到今年的9月5号 9月5号之后 他被归贱回去仁爱所了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被收押了 所以他就不能继续保护他 林传芳才是跟柯文哲最久 那为什么不约他 因为他对柯文哲最忠嘛 什么事情 他反北地跟柯文哲一样嘛 所以他不会讲 那我今天不是讲说 检掉他们今天或怎么样 这个叫连检 连正署跟台北地 他们找到 他们找到key man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对柯文哲 也许不利 又肯把事情讲出来的 可能就是当时 离开了不愉快的沈文忠了 他离开不愉快 他离开的时候不愉快 他怎么样离开不愉快 他暴障的时候 当时被找到一些 可能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反正他总之 所以他跟柯文哲不说 他跟柯文哲 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愉快 而且第二个 他离开的时候是2021年 那保健我们现在倒回来看 整个事件 560我通常都不太去讲 因为560那是监察院纠正的 而且桑三就是560 只是他有一块没开发 所以林中明一直很强调 上三特不给到那么高 可是建材院都纠正了 给到560 基本上没事 所有的问题 我们今天讨论青蛙城 都在于2020年的 3月10号这一天 2020年的3月10号这一天 有一个便当会 印小卫讲要开的 然后之后开始往上走 那2020年的3月10号 一直到2021年 陈文忠离开之前 这一段期间 甚至我就这样说 2020年3月10号之前 如果柯文哲有很多 所谓的批公文 他的行程上会有写个批公文 他不是批公文 他是有秘密行程的 他就写批公文 他的行程一天下来 他有三种版本 一个版本是给市政记者的 可能今天就只有三个行程 可是其实他有八个行程 另外五个行程 是给市府里面 包含秘书长 包含副市长是都会看到的 但还有第三个版本 是他真正看得到的 就柯文哲跟他的随护 那当你看到副市长 还有其他秘书人看到 下午2点到4点批公文 可是人又不在市政府 怎么批公文 他去外面见了一些 他不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人 当然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只是他那个是机密的 所以柯文哲有很多秘密行程 而这个秘密行程 只有陈文忠 跟林川芳两个人知道 保教官我要讲 任何政治任务都有秘密行程 只是有秘密行程 不代表违法 只是他那个行程 不想让他知道 所以连市府的秘书处 连办公室里面的秘书 可能都没有办法 完全掌握的这个行程 谁会知道 随车的随护会知道 所以我不是说一定会有事 而是可以看出来 连简为什么今天 找了陈金正的秘书 跟找了陈文忠 很简单 他就是希望陈文忠 告诉检方到底 柯文哲有没有 在他的笔录当中所讲的 我可能跟谁不认识 我跟谁不熟 是不是事实 那陈文忠可以把他 从这个2016 一直这样子跟到 有没有 到了这个2021年 离开的这几年当中 他所有的行程 如果他有记录的话 那因为呢 他以前在柯文哲身边的时候 连下中南部买高铁票 都是他在做的 所以他一定很清楚 买高铁票都是他买的 对 都他在做 那也可能 也因为这件事情 后来他离开了 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所以重点就在于说 陈文忠他掌握了 柯文哲的所有行程 不公开的他也知道 那检方现在就是要 从陈文忠的口中 可能去问他几个关键点 或许他们根据 手机的定位怎么样 他又没有去哪个地方 那因为没有实证 那就找当时的人证 人证就是陈文忠 所以与柯 陈文忠如此重要吗 还有你的威京小省 都已经关到里面去了 你今天把威京周边的秘书 都找来 这个对安晴有突破吗 还有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原来不是只有十路 兵分二十九路 结果徐甫 徐甫真的是去破局的吗 好我们今天来讲 兵分二十九路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亮点 还是徐甫 副民主书长 你没事去那边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 没有被传唤说明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进到廉政署 为什么呢 因为廉政署今天来讲 以专业术理来讲 今天收案 今天收案 如果你没有被传唤 你不是一般路人 你是来闹的 你是妨碍公务 我今天收案 你在那边晃晃晃 我连政署凶一点 就把你带走了 等一下 你说徐甫是去闹事的 今天来讲 他如果他没有被传唤 然后确实 我去查证过了 他今天没有在 约谈民主书里面 但你今天连政署在收案 而且他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弄了十六个人 你在现场 其实这是一个 很不恰当的一个行为 你要讲到 你如果 你今天讲说跟我没有关 跟我没有关 你明显的 你跑到连政署 你跑到连政署的拉比之外 然后你还跑到他的这个收发 你还跑到他那个 所谓的这个接待式 你还在那边晃了半天 那你如果跟你胡杆 你应该进去 就马上离开了 没有 你还在那边绕了半天 你还在那边打手机 你说他是另有图谋 这个东西来讲 我看起来就是 有什么事情 他想知道 但他没有办法 透过别人 他得自己亲自去 或许是十六个人 里面有个重要的人物 跟民众党有关系的 所以傅秘书长 必须亲自去押军 但是不小心被大家拍到 所以他最后 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因为你没有在乐团名单 你又来这里 他只能告诉大家 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跟你想的不一样 那你到底是想干嘛呢 你要讲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律师 不是吧 他就没有他老婆的本事吧 他老婆那个铜墙铁壁 一定可以掰出一个道理的 对 所以徐甫 在现场就显得尴尬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今天民众党有人被传 然后现在目前讲 如果还是证人的话 因为还没有备见 还没有复训 还没有结束 你证人是不能带律师的 你为什么把律师准备好 去那地方 你就算你们有人被传去 但你是证人 证人也不能带律师啊 你用不上啊 所以副秘书长去 律师准备好在那边 律师也没有用到 都要算钱的 你只要他一出动 都要算钱的 所以呢 我觉得 而且这些律师很贵耶 对 一定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人物 或者是他们以为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要把律师准备好 要把副秘书长 把他这两尊大尊 去压阵 放在那里 这个东西来讲 才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不然你没有收到传唤通知书 你凭什么去那个地方 对啊 然后你们现在这些都是证人 你带什么律师 证人不能用律师的啦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你这个东西看下去 你就会知道说 今天一定有猫腻 而这个东西 弄到了民众党 因为徐辅没有在市政府认职过 对 他夫人有在市政府认职过 那金华城的案子 现在连政署办金华城案子 那金华城的案子 是谁的案子 是市政府的案子 除非是撞到了 什么叫撞到了 除非是金华城的案子 撞撞撞撞 撞破了北市府的金流 而撞到了民众党去 你副秘书长也来了 才需要出来 律师也来了 我觉得应该这个金流 是有流到 或者是说这个金流 流到民众到 对 是有勾击到的 不然这两位大神 是不会在没有通知书的情况之下 来到连政署 而且被媒体拍到了 还是站在那里 你就是知道说 你今天来讲的话 我一定要在现场 我不处理到 或者是我不能够 确定什么事情 我不会离开 不是 如果说跟你没有关 你就经过也就算了 你还跑到连政署里面 你跑到连政署里面 你还跑到柜台 跑去柜台 被银行看到了以后 你还在那边绕圈圈 这是非常奇怪的 伸不入衙门 如果你今天没有你的案子的话 你去连政署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 连政署不是Seven 不是你习惯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讲 徐福应该是 今天最大的一个亮点 但是他这个动作 也有可能 变成最大的破点 每次都破在他这里 因为他这个 他每次都是破口 每次都是破在你这里 每次都是他讲实话 对 因为他以前也是 也是我们记者 所以面对同业之间的问答 他都会比较自然的真情流落 他老婆也记着呀 那不一样 人家已经进化了 人家有新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案子来讲 查下去的话 一定会中 那不是中的话 他们不会需要 徐福跟这个律师都到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害怕 对 这是他们的害怕 好 另外来讲的话 为什么今天 移送到北柬去的 有威精的贴身秘书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之前有传说了一个消息 如果他的司机 真的有帮省性金 背钱到澳门 或是从澳门背钱回来的话 那这个东西 你没有申报 其实这就是触犯 这就是洗钱 那如果今天来说的话 沈庆金真的有把钱 流向柯文哲 那这个钱要谁出呢 沈庆金他不是一个 会从自己口袋里 拿钱出来的人 他不是说 我今天就是巨伤复古 我稍微复甲 所以我可以都把钱直接 我家里的那个 save里面 很多现金 我就直接处理 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 以他的太阳来说 应该是从公司出账 所以谁有办法来处理他的贴身秘书 贴身秘书 所以你对到了一件事情 沈庆金 在早自习晚自习 被轰炸了14个小时之后呢 马上我传开过柯文哲 传完柯文哲之后呢 柯文哲的贴身随护 陈文中 来到了北检 然后沈庆金的秘书来到来 你不觉得这两个 一个是input 一个是output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条线 这条线叫金流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们退一万步讲嘛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沈庆金这边来出账 出账的会不会是通过这些同仁 然后呢柯文哲一定不会认 不会认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地方 我们讲实在的 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丧失行为能力 你没有随护 没有司机 没有幕僚 我跟你讲 我看过很多 下来 不知道要走去哪里的 没有闯了 我跟你 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 门一打开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真的把这条线 给勾出来的话 柯文哲不认的话 那陈文忠会不会认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你今天打的这份报告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认 等一下 你说柯文哲旁边的 谁贴身谁户 每天都要写报告 柯文哲每天去哪里 这些人都要交代说 所有的行众吗 因为柯文哲 他可以不用承认 因为柯文哲落选了 这个总统的选举之后 他只是一个一品老百姓 我就是个老百姓 我不用问 我不用理你 你问我也可以不用回答 问题是陈文忠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警职 他不是柯文哲 不是民众党 我聘请的私人保全 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同仁 所以你被派去当水虎 你当然要有一定的一个报告 我今天的一个行程 一个作为 如果今天来讲 真的有这个地方 然后检联怀疑说 这个可能是 搜索金流的一个地方 那你要不要交代 现在来讲 如果问到这一题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 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吴董 我们现在看到大厂妹 要来临了吧 现在来讲的 本来从你的每一道 电视报民调来讲 现在赖清德跟柯文哲 感觉上我已经是什么 已经拔到相向 已经是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就刚刚讲 你如果今天大家讲 你现在虽然如果只是 用所谓的图利罪 麦柯文哲 对赖清德来讲也是重伤 因为你都给人家压那么久了 压了那么久了 你只是图利的话 那赖清德你会受到的反噬 就看到赖清德现在的声望 真的是下滑的 现在开始 又是一个新的局面 看起来金华城真的是非办 而且是要把柯文哲给办出来了 应该这样 我们从上个月的赖总统民调 跟这个月的 他的信任度跌了六点多个百分点 然后他的负面评价 不信任度升高了八个百分点 这个是相当大的幅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赖总统这个一个月里面 好像没有干坏事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再反过来 来比对一下的话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没有向下跌 没有动 因为这个月他收压 这么多怪事情 那一大堆的问题 这么不堪的东西都出来了 9月5号收压嘛 我们上个月做的时候 他还没有收压 对 现在已经收压 他照理论上讲 他收压经验之后 柯文哲应该要往下跌 对 所以柯文哲没有跌 没有跌 这奇怪啊 怎么柯文哲不跌 怎么赖总统跌 所以我直观的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个赖总统对柯文哲这个弊案的 所谓的司法 司法的 边际效益 司法的这个边际效益 跟所有的红利 开始已经开始退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对赖总统不利啊 对 因为你下个月还是会继续收压 对 那下个月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个下个月的话 你现在不信任度是52点 失信任度52.5 那跌破50就很难看了 对 所以我认为 简单讲一个结论 就是柯文 从长期来看的话 我同意 韦汉的讲法 就是说柯文哲没有竞选 2028的能力了 对 这个资格已经取消 这个我同意 但是 今天在 目前在与赖金德所需要的 这个能量 政治的声望 目前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从科案上面 办出个所以然 我要天彩火 这个彩火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 如果你搞了一个 搞不到金流 讲白了 搞个图力起诉的话 这个情况 很难让所谓的现在 反对派的人服气 因为所有反对派 这段时间 为什么柯文哲这个底部顶住了 他不下跌了 就很简单 就是黄国昌还有这一批人 整个反对的势力 包括蓝军 他们的论述奏效 他们的论述很简单 就是你就是查不到金流 你只能够办我图力 图力就是政治追杀 司法不公 司法迫害 那这个论述变成主论述的话 那这个会伤到谁 赖总统一定受伤 所以不能让这个论述 变成一个主要论述 所以因此 北检必须要能够把柯文哲 这个案子办到有金流出来 办到有所谓的贪污秩序条件 第四条 如果办不出来的话 变成一个尼尼拉 搞了半天 之前的期望值拉得太高了 当这个期望值拉得这么高的时候 你没有办到那个程度 就整个失望下来了 所以也就是很简单 不能够打死柯文哲的话 赖清德势必要受伤 会被反噬吗 当然会被反噬 而且那个反噬的情况之下 他就没有能量 去对付在兰军 在立法院的主导序 这个他整个施政的情况 也是不利用 所以当你看到 卓榮泰院长的时候 到39.9% 也掉了 都看到立法院已经向下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而且卓榮泰寝示范 已经有人不去了 不但不去以后 有人跟他抢瞎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标题写得很好 就是赖柯是在做生死之战 不错 柯文哲没有能力 选2028总统 但是柯文哲可以害到你赖清德 他可以给你捣蛋 他可以制造 他可以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他让你这四年的赖清德的 这个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变成每天的问题一大堆 搞的民调就在那边 不上不下 你失去这个整个执政所需要的 光环跟能量 所以你不能跟柯文哲 这样纠缠下去了 不能就一直打到死 打到死 那柯文哲收押 坐监 整个事情结束掉 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赖才有往上爬升的可能性 否则的话 他没有这个能量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双少数总统 他不是一个优势总统 他是一个比较 属于这个希望挑战的总统 挑战的总统 手上没有挑战的工具的话 他那就被柯 反过来一定是柯反噬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今天的民调我看到一个 不好的一个开始 但是当然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他有可能收押四个月 但你收押四个月 你赔钱也给我增点气 你不要再半个哩哩啦 一下今天搞到徐福跑出来 你要搞到什么 什么金华城的案子 办到什么 他的一些秘书小姐跑出来 然后被告增加十个人 被告增加十个人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就是说这就是里面的管账的嘛 就是在中工跟中石化 管账的人 管账户人员嘛 因为背信案嘛 他们有九亿多的钱不见了嘛 九亿多的钱不见的时候 公司有船票 船票上有签字 那这个轻轻开 十咖 十咖 十咖什么咖 你知道吗 叫做小咖 对 当你担心碎嘛 你扮一些担心碎 有什么声音啊 你要办就办大咖嘛 你大咖办不下来 你去抓那个什么毛毛虫 有什么屁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北浅办的样子 让赖清德总统民调下滑 北姐要负很大责任 好 所以瑞德 你是长期 这我们最有经验的 跑检调跑司法 那现在干嘛 现在真的有僵局吗 还有现在赖清德跟柯文 在政治上面 真的已经开始进行 一个对决的工作吗 那今天兵分29路 会有突破性的发展吗 那么我觉得 那么美利导电子报民调 有关于赖清德总统 跟卓龙海行政院长 民调下滑 其实除了柯文的这个事情之外 我觉得跟两件事情有关系 两件 对 哪两件呢 第一个是有关于 那个贷款很难贷的这个事 后来中央银行不是出来 莫名其妙总裁弄了一个东西 也不讲清楚 然后让很多要贷款的人 大家惊得死嘛 民怨引起民怨 第二个是 所谓的大法官宪法法庭 废死刑的事啊 我跟你讲 如果当天 那么大法官宪法法庭是说 废死 是说死刑违宪的话 民进党就GG就直接再见 有这么严重 我跟你讲 这个礼拜大概 大家都讨论这个事了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对赖清德很少 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才是伤害到赖清德民调最重要的事情了 当然柯文哲这个是因为已经到了从9月5号到现在了嘛 然后整个案子已经办了到这样的阶段嘛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你知道到今天 你知道今天日本的新首相 就自民党的总裁几乎已经由石破帽 两轮已经出现了嘛 连民众党还要继续去蹭这个石破帽 今天民众党怎么说呢 说 恭喜石破帽当了这个 自民党的总裁 即将非常有可能接任这个 日本的新首相嘛 今年8月 因为石破帽来台湾嘛 所以他跟台湾主要的政党都见外面 他说跟柯文哲见外面 所以民众党以后可以继续保持 我告诉你 8月见面 人家石破帽现在 马上就要接日本的首相是 日本的相关的座上宾 而你柯文哲是台北看守所的阶下球 到现在还要去蹭人家 那么除此之外 事实上今天这个动作 我觉得今天北检的这个动作不寻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提啊 有关于金华城相关的 不管你是这个等于 392%的到了560 还是这个560 到了这个等于840的整个容积率嘛 几乎突立了 就已经巩固的差不多了 突然间今天 吴玉景的缤纷29路 然后呢 约谈了 今天有10个被告 然后6个证人 我请问一下 你知道今天 北检跟廉政署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找了一堆 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告诉你 北检跟廉政署 这也是今天的 北检跟廉政署 今天所约谈的这个10个被告 跟6个证人 不是在 不是在查金华城的图例 他是在查金流 他是在查金流的部分 你还记不记得 有4.3亿 包括威京小省 金华集团对这个事不与置评嘛 然后呢 4.3亿的钱 分两次 用顾问费的名义发出去 还不是有名单吗 对 那我问你嘛 那么北检这次查的 今天那么大规模的去搜索也好 还有去这个等于说把人传来以后 等一下晚一点 包括台北地检署一定会有强制处分嘛 请问他为什么增加了这8名的被告 还有包括 刚刚大家已经谈了嘛 陈文中这个 柯文哲身边很重要的警官 他可不是一般的警察小队长这些警装毕业生 不是哦 他是警官哦 他是两线三线的中阶警官哦 而且他当年离开 他本来是在柯文哲旁边 大概超过6年的警官 贴身的 几乎可以用秘书来形容他了 他当年离开柯文哲的时候 是不愉快离开的 不愉快离开的人 才会做什么事 才会把检察官想要知道的事情讲出来 如果跟他非常忠心耿耿的那些警察们 他们这些学乎可未必会讲 检察官想要知道的东西嘛 所以这些都是在查所谓的金流 所以表示台北地址署 针对金流的部分 没有放弃也没有停止追查 好 雨萱 今天这个东西 今天缤纷而久录 今天看到这个气氛 现在在看到许府的态度 真的出大事了吗 不 本来那是要分几个重点 第一个啦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 柯文哲现在要跟赖清德要生死对决 我问一下 赖清德的身份是什么 总统啊 总统嘛 他是我们国家一人 我们讲的万人之上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的身份是什么 接下球 他接下球欸 他贪污被告欸 贪污被告 凭什么今天可以跟赖清德叫板 为什么赖清德 被迫 被他拖下来说 我一定等下要跟他生死之身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原本检调在办 我一直在讲一个重点 我说如果没有把柯文哲办到死 没有把他关到死的话 柯文哲就赢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请问现在土利罪还办不办得了他 包刘哥 现在说如果最后查出来 只有土利罪的话 柯文哲办不办得了他 办不了吗 我跟你讲民主党绝对给你翻桌嘛 全国就会炸锅了嘛 这才最大的理由嘛 为什么会十支金就变成这样 土利罪就是一个罪 板上钉钉啊 五年以上 对啊我们一直在讨论是 一定要收货 一定要收货 对不对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民主党干了 所以民主党策略成功了嘛 他一直跟你讲说 土利罪不算罪 他一直跟他讲说 你只要没有查到金流 这个叫什么 司法迫害 叫什么 政治迫害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 柯文哲吹哭拉朽 硬是把我们的总统拉下来嘛 所以你只要回归到今天 为什么办案说 包括为什么 许甫今天跳出来 我跟我讲 不一样了 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吗 就在今天哦 原本 原本是谁 北检嘛 廉政署嘛 保德哥就这两个了 我讲完了 原本是这样嘛 对不对 北检王俊丽嘛 跟廉政署在查嘛 但你知道今天谁加进来了吗 调查局加进来了 这才最大的重点嘛 因为你要查金流 不是廉政署一个单位就可以handle 调查局有个单位叫FIU FIU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金融调查单位 他专门就是我们讲 国家金融情报中心 就是我们先前一介绍的啊 他是专业查金流的 包括我们讲的跟ACMO合作的 但为什么之前一直排出在外 之前排出在外理由很简单啊 你如果了解郑明调 郑明调他的前身是什么 他是廉政署署长 所以对他来讲说 哎呀 柯文哲是干的 一定办得成 一定办得成嘛 对不对 土利罪怎么会办不成 这白子 板上钉钉的啊 对不对 他没有料想后面嘛 所以他要干嘛 我当然是让我廉政署的人 自己的同僚 自己的人 我们讲积权升天 独享 战果 对啊当然独享战果啊 但我先取一下王俊丽 他之前前身是什么 调查局 对嘛 我怎么可能 我郑明调 我还让你调查局 来这边收割 来让你沾那光 但请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这个声音 风云变射 称风下令了嘛 就是你不要再给我这边 搞政功委扣 超大的讲话了啦 对嘛 我现在就是要把金融查出来 你就是把我按这个办好 所以各位不好意思哦 今天他们的高层会议 都在在廉政署 包括廉政署署长 包括王俊丽 以及包括谁 调查局局长 人全部都来了嘛 所以代表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为什么突然间 多出这么多被告 突然间说兵分这么多路 然后开始搜索不够事 查金流 代表查的主体不一样了 原本是廉政署的方向 北检的方向 现在加入谁的方向 金流的方向 谁的方向 调查局的方向 他这个很笨的 查金流查谁 去查出纳 查谁 查账房 查谁 查这个所谓的会计 查会计查账房 查出纳就知道了啊 对嘛 所以代表说 现在北检 有人提供他们 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方向 而且 这些方向 今天调的所有人 都敢打保证一件事情 绝对都是对准金流而来 而且 这次出手 跟过去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调查局才是我国 我们中华民国 查金流 首区一指单位 是国际认证 FIU是首区一指的单位 所以接下来 就是要把柯文哲 先个底朝天 已经沉寂一段时间 进化而成的整个调查过程 今天又有一个大动作 今天 兵分十多个地方 找了十个被告 五个证人 开始进行搜索 搜索里面 有个非常怪异的人物 是徐复 他竟然跑到廉政署 可是廉政署跟北线 都说 我们没有约谈徐复 但徐复 为什么会出现 而徐复说 他是拿资料 你怎么会 莫名其妙地 主动把资料 提供给廉政署 当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还有在今天搜查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非常耐人询问的人物 这个人叫谁 叫陈文忠 陈文忠是柯文哲的贴身随护 我们知道 对于任何政治人物来讲 有两个人最关键 两个人就是 一个是他的司机 一个是他的贴身随护 这两个人对于组织的 所有的行程 都是一清二楚 这个人我们看到的 在2021年 离开了北市政府 离开了柯文哲 为什么今天突然地约谈 约谈他代表 他到底会供出什么样的东西 怎么样还原当时的状况 另外一个 当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陈佩琪 陈佩琪今天退休 有人讲 他今天退休之后 他要面临漫长的司法之路 真的是这样吗 之前一直在谈说 他有可能被约谈 已经退休的陈佩琪 他到底什么时候 可能会被约谈 还有 他真的会被卷入 这个风暴当中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起来的朋友 在台湾首预的 财经专家 黄首颂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民党电报董事长 公子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身民党张宇轩 好 好 第四位是 自身民党李宜峰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自身民党王亦德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民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峰 大家好 好 第七位是 自身民党黄宇翰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 今天突然地 下午传说 原来联队署又动了 对 联队署今天 针对十个被告 五个证人 然后呢 兵分十数个地方 又开始进行搜索 你不是该搜的都搜了吗 该查都查了吗 今天怎么会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刚刚讲的 今天突然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陈文中 一般外界非常不熟悉 原来 他2021年的时候 已经离开北市政府 已经离开柯文哲 对 他是柯文哲 从2016年到2021年的随护 怎么今天 突然变成证人了 宝姐 搞不好 司机跟随护会变成 这个金华城案 破案的整个关键 是假的 你们知道说 这个司机出来之后 这个沈静晶的司机出来之后 你看沈静晶昨天被 马拉松的约谈了 14个小时 对 紧接下来的话 约谈了这个柯文哲 接下来的话 昨天又传出说 我们海外的这个金融情报中心 要启动 对 要查有没有洗钱 这样一件事情 就你看今天 突然之间 连政署开始大动作 兵分十路 十路之后约谈了 朱雅虎等等的 约莫有15名 证人跟被告 对 你想说为什么 突然之间这样 搞不好有什么新的市政嘛 所以你说 这个要拉成一条线来看 对 这一条线来看就是 你看到之前 居然舍机机 马拉松的 他说他已经快受不了 他已经上不错 他已经全身战斗了 居然我给你 直接提训了14个小时 对 提训了14个小时之后 昨天 马上提训了柯文哲 对 提训柯文哲之后 今天刚才讲的 大动作就出来 除了这个所谓 兵分十路 这个大动作之外 来说 今天不是传出来 刚好是陈佩琪 退休之日 那人就说 搞不好 接下来的话 北俭就会在赌约谈 这个陈佩琪 所以陈佩琪来说 退休搞不好 是另外一个官司生涯的 开始也不一定 因为他的很多金流 因为最近又出现 非常多的这个新的市政 那尤其是我觉得 今天有两个人呢 出现在这个北俭的 这个格外引人注意 谁 一个是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徐甫 先生联政署 另外第二个是谁 另外第二个是陈文忠 陈文忠就过去一段时间 担任过柯文哲的随护 我刚才不是就讲吗 随护跟司机 搞不好会变成 这个案子破案的这个关键 因为随护 是最贴近柯文哲的人 他跟柯文哲 最后也闹得很不愉快 那他倒不会抖出什么 当然我们就接下来 等着看下去 而且你讲说 为什么陈佩琪 在这个时候的角色 被凸显出来 是因为这样连法务部 调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居然启动了 这个是刚才讲的 爱格蒙的这个互动 全世界在查这个资金网 来由美国主导的 爱格蒙的这个组织 这个东西 我们的调局 是跟他联斗的 联斗了以后 海外的资金 是不是就开始有动作了 海外资金的关键点谁 海外资金的关键点 就是陈佩琪 对 所以你看 陈基19的案子 突然之间 好像又有发展 新的发展出来 所以来说 接下来的话 可能我们会看到陈佩琪 被约谈 还有今天的这个陈文忠 到底会不会说出 什么样关键的人事实地物 会变成是这个案子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 看到今天的媒体报道 就是本来讲说 这兵分实录 结果想想没有 是兵分数实录 倒是有什么样的地方 开始进行搜索 进行搜索之后 刚刚讲的 已经离开柯文哲 过去担任过柯文哲 五年贴身随护的陈文忠 今天居然与证人约谈 证人约谈下午的时候 到现在这个时间 他也转到了北检去复训 他到底知道什么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料 本来已经成绩一段的时间 为什么又把它给挖出来 抱歉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事实上之前的 检年或是北检 已经已经搜索过非常多些 已经中工都已经搜过一遍 然后柯文哲所知道的 我们目前为止 所知道柯文哲的所有地方 都收过了 那为什么还会兵分数字 你到底在查什么 其实还有东西查 所以这里面暗示你什么 可能有金流 或是有其他的证据 已经被找到 所以可能之前 你觉得有新发展 新库在哪里 被找到 所以才去搜索那些地方 否则你再去搜中工 你是再去搜中工 应该不是嘛 所以才说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说这几个地方 应该是新的地方 对 没错 好 那除了这些新的地方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陈文忠 我怕这个陈文忠来说 你看这次你看 这个陈文忠 就是这位 这位来说 他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他从2016年到2021年 是担任柯文哲的随身的这个护卫 五年 而且这五年刚好 就是柯文哲黑化的时候 没错 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 现在不是有踢爆吗 连在这个所谓392 变成是560的 金华城的这个案子里面来说 他 柯文哲当时就已经涉入了 所以你看 从2016年开始 他就担任 这个陈文忠就担任 柯文哲的随护 到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星光的相关的变更 还有包括说在2021年开始的 金华城的变更里面 甚至他知不知道说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 跟沈金晶见过几次面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 跟这个吴东靖见过几次面 然后吴东靖到底有没有 到曹春莺去唱歌 这些他都可能会知道 他知道他讲出来之后 你不是可以串上 他们这些人真的就是在一起的 然后他会不会说出说 我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不就我觉得才是关键 我们去过什么地方是 过去检掉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出来 我曾经在柯文哲到某某地方去 而且这个讲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真正破案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他的金库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说 这其实新的发展 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观察 但今天我最好奇的是 徐甫跑出来了 徐甫居然跑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查说 你今天联车署到底去搜索哪些地方 你到底约谈哪些人 到底哪些人是被告 哪些人是证人 结果徐甫就背个背包 然后就唐和皇子的进来 唐和皇子进来 他说跟我没有关 跟你没有关 你干嘛跑到这个搜索 跑去这个地方 而且你看了 跑到这个地方之后 他说对不起 跟我没有关 我为什么觉得 对徐甫非常有兴趣吗 因为我知道 在整个民众党 也就在柯文哲旁边的人 每个人都已经黑化到 同墙铁壁 他老婆同墙铁壁 那个脸皮子弹打不穿 我跟他讲 黄珊珊脸皮打不穿 柯文哲脸皮打不穿 吴玉娟脸皮打不穿 可是徐甫不是 徐甫是有良心的 每次民众党在讲 讲这个实话的时候 谁是破口 都是徐甫是破口 你有看到吗 他讲着讲着就哭着 他有血有肉有眼泪 他是真的 他还算是 就我在很好奇 如果他真的到检察官前面 他会讲出什么 没错 今天徐甫到了这个连政署的时候 大家都说 你来这边干什么 他说他要交一些资料 那他目前为止 也不是正人 也没有被约谈 他在干嘛去 他到连政署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宝杰你说的没有错 整个民众党里面来说 几乎什么 这个陈志涵 然后黄珊 每一个人都是 你跟他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每一个都可以指路为马 每一个都可以 睁眼说一下话 每一个都可以 说谎之后 然后完全面不改色 完全毫无愧色 而且对外界的实意 他也没有任何 愧疚跟不舒服的感觉 只有一个人有 只有徐甫有 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连政单位减联跑去了募客公司 减联单位跑去了 这个是回事 这个竞选总部附近 谁讲实话 徐甫讲实话 当时门打不开 谁去开门 徐甫去开门 徐甫是老实人 对没错 我必须说了 在众多这个 心里坚强素质的 民众党人的心里面来说话 其实我觉得徐甫 是相对真的比较脆弱 我必须这样讲 为什么 他都哭了 对你看 他接受光清姐的访问 他就是 他居然说实话 你看过陈志涵哭吗 不可能 你看过黄三三哭吗 对不可能 都是鳄鱼的眼泪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认错过 你看他说什么 老实说已经信用破财 他居然会说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 每一笔都有问题 他居然讲出这个 真的大实话 被他讲出来 另外还有什么 之前不是有这个 便当遗吻的时候 陈志涵就一口咬死 事物爆 其实是9万多 就被误打成96万 就徐甫 他还是老实说 是误登 因为这个里面来说 上一栏是110 然后下一栏是960 所以才变成是96万 他讲了实话 他跟他老婆也没有对 他照理说 他应该老婆说什么 他就对了什么 结果没有 他就讲出实话 还有一个状况 另外包括说 像之前减连在搜索 这个台坡的时候 到底没有去搜索 他的办公室 搜索基金会的时候 吴亦轩说 没有 没有这件事 结果徐甫就说 有有有 他去办公室 而且我们还给他 六箱资料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徐甫 是这个所有 民众党里面来说 嘿 目前为止 可能还少 没有完全黑化 对 还没有黑化里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是不是变成是个 未来检掉 很容易突破的脱口 我们当然就是 自己去看下去了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在民调上面 也可以看出来说 柯文哲跟赖清德 现在已经进到了 一个最后的 尖锋对决时刻 这个尖锋对决时刻是 我们看到 赖清德上任的100天之后 他的满意度 是高达快到六成 他的这个不满意度 是降到了三成以下 这个在台湾 是非常难得的 很少说有一个总统 一上台了以后 你的满意度这么高 可是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满意度这么高 就开始树摊 台湾的人 当然是欢迎树摊的 可是这个礼拜 也就这个月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他的满意度跟信任度 竟然下滑了 那满意度跟信任度 为什么下滑 因为 他跟的柯文哲的对决 进入瓶颈了 没错 而且对决的案子来说的话 宝姐会在金华城这个案子 为什么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做法里面 他把这个柯文哲 所有的案子来把它列出来 到底民众最关心哪个案子 你看 百分之五十六的民众 最在意金华城的建设的开发案 所以这个案子变成是 柯文哲跟赖兴德的 生死决战的关键 在这边 为什么这样说 宝姐你看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 民调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他信任度 还有包括说 他的这个执政的满意度来说 最好就是在八月 八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柯文哲案子刚爆发的时候 好 开始办案 民调开始往上冲 那时候我们就说 果然这个树摊有用 打下去之后 你看民调来到了 五十八点九的高点 可是你看 过一个月之后 他居然下滑了 五二点五 下滑了六个百分点 然后不满意度 开始往上升 不信任度往上升 不满意 增加八个百分点 不满意度 满意度也开始往下滑 所以都同时往下滑 但是你看到一个状况是什么 柯文哲打不死 稳住了 对 你看 最低的时候 最低的时候 二十一 二十一点九 当时是赖赏最高 他最低 所以他现在往上升的时候 赖赏就往下掉 所以他们两个 显然形成一个什么 这个敲敲板 拉锯站的一个过程 我继续把你往下打的时候 这个赖赏的民调 才能够再往上冲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们两个之间 所以今天就有动作了 对 所以看起来的话 就是金华省变成是 赖赏跟柯文哲 民调对决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所以你看 现在的减年 听说有一波的 这个开会动作 是不是接下来 会有更全面 或有更全面的调查动作 当然我们就看下去了 日宝 今天炼政署 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兵分数十路 找了十五个证人跟被告 可是你说 里面最关键的是陈文忠 这个人在过去 从来没有人提过 这个人居然跟了柯文哲 五年的时间 他是他的天生水户 他跟柯文哲 真的非常亲密吗 而且他为什么会离开 他真的有很多 柯文哲的资料吗 对 今天来讲的话 所有的人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陈文忠 陈文忠在从井的时候 其实他原本是 中正医仁爱所的所长 那那个时候 仁爱所管哪里 管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里面 有很多的大教授 大医师 而那个时候 柯文哲还在哪里 他还在说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 他在台大的医生里面 是不受用的 好像大家都没有要理他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去找那些 大医生 大教授 好 只有陈文忠 他仁爱所的所长 他是大所长 但是他对柯文哲 非常非常的礼遇 真的假的 对 他非常的照顾柯文哲 柯P柯P 教授教授 非常的客气 所以那个时候 柯文哲要出来选举的时候 其实保大要派 其他的水舞给他 柯文哲就说不要 他是点名 对 他就直接点名 他是点名 陈文忠 他就点名陈文忠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台北市的警察局的高层 是不喜欢这样的 你会不会选上 还不知道 如果每个人出来选的 我都点名要带走我的所长 那不就乱掉了吗 可是那时候陈文忠就举手说 太愿意 报告 我要去 所以这个就是知己 这个就是交情 因为那个时候柯P选不选上 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还是觉得说 你虽然是素人从政 气势不错 但是有办法 直接选上台北市长吗 所以陈文忠是在 第一秒的时间里面 赌上柯文哲的人 对 他就赌上了 原本到了钟正义 仁爱所了 下一任就到警察局 当警务证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 把他自己的工位 拿出来赌 休黑 有没有赢 赢了 所以台北市长 那个时候柯文哲 一选上的时候呢 他的首席做官就是谁 就是陈文忠 一路陈文忠呢 就一路跟着他 跟着他 其实你这些随乎 这些做官 他是有一个调整的 一个规定的 但是柯文哲坚持 从头到尾 就是他 就是陈文忠 所以他后面 有一些状况出现 可是你知道吗 陈文忠现在是哪里的长官 哪里 柯文哲 他卸任台北市长之后呢 还是敢撒出去 所以他现在是 大安的行政组组长 这有帮他 对 还是有帮他 所以陈文忠今天被传来的话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这些四大案 五大案来讲的话 所有的时间 谁在柯文哲的身边 陈文忠 就是陈文忠 而且呢 他是所有 你的里面最了解的 为什么呢 行程他要看过 因为他是警戒出来的 到底那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还有当地 你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在台北市 你跟派出所 跟哪个分局 你还是要联系的 如果今天柯文哲 去桃珠影园 不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随乎 可能有办法去跟他讲说 今天市长勤务 但是你们不要到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陈文忠 有没有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 帮忙党人 如果你今天要看一个 一个隐秘的人 你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的话 你警戒出来的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而他今天被传唤出去 被勾击出来之后呢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柯文哲 这四次的提讯里面 一定 至少有好几次 陈文忠在旁边 对 他在旁边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 柯文哲他讲了 或者是柯文哲 他不想讲 我不清楚 我忘记了 你去想 陈文忠那边都会有资料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陈文忠就是他 跟他的前组织 两个要来match 如果这个东西 查得清楚 但我觉得很难 但是只要一有 叮答出来的话 柯文哲危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